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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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主位合唱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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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主位班长 主位法师 主位祭司 马上好 好 今晚我们就开始谈这个 《万念书经》里面的寿念处 还有这个新念处 因为这两节 师尊的解释比较简短 所以应该是 一个晚上可以 就是可以讲完的 这两种 那我们翻到那个经文 那我们翻到那个经文 经文里面的222页 这是第二段 受随观念处 我们大家一起送 扶持 主比丘 比丘如何安住于寿 随观感受 以此 主比丘 比丘感到热时 了之 我感到热寿 感到苦寿时 了之 我感到苦寿 感到不苦不乐寿 感到不苦不乐寿 感到世俗乐寿时 了之 我感到世俗的乐寿 感到非世俗乐寿时 了之 我感到非世俗的乐寿 感到世俗苦寿时 了之 我感到世俗的苦寿 感到非世俗的苦寿时 了之 我感到非世俗的苦寿 感到世俗的不苦不乐寿时 了之 我感到世俗的不苦不乐寿 感到世俗的 感到世俗的不苦不乐寿 感到世俗的不苦不乐寿 如是他按住一授随观内授 或按住一授随观外授 或按住一授随观内外授 他按住一授随观生法 或按住一授随观灭法 或按住一授随观生灭法 或他建立起唯有授的正念 如此建立正念 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 他以和爱与协见 无所依而住 他以不自作世间的任何事物 诸比丘如是按住一授 随观感受 这个就是授念处里面 师尊在谈到了 我们上次不是说 授里面有三种授吗 对不对 乐授 苦授 或者是简称这个舍授 这里就翻译成这个不苦不乐授 在经文里面也提到了 世间的授 还有非世间的授 那待会我们会再解释 什么叫做世间的授 与非世间的授 在进入收敛处之前 上几堂课我们就结束了 就是师尊也介绍到这个生念处 在生念处里面 我们学习到一些什么呢 师尊有谈到生念处一些 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项目 上次我们说 佛陀以十四个方式 来介绍这个生念处 那我们一般上 我们一谈到这个世念处的时候 一讲到生念处 我们就自然的说观生不敬 是不是 这个是我们一般上都会讲 什么是生念处啊 观生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在我们听了这几堂课之后 你会发现到 观生不敬 只是其中的一段 观生不敬 就是在我们说 我们练习看那个三十二分身的时候 自己看这个我们身体的器官的时候 属于这个观生不敬 这个只是一部分 所以生念处里面呢 也包括了 初入器官 就是安破念 我们的呼吸啊 还有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知识 身体知识就是说 还记得什么叫身体知识啊 就是四种微移 行 住 坐 卧 还有包括了一切的 其他的小动作 都要如是的了之嘛 记得吗 这个 还有包括就是 正知与这个正念 就是正知正念里面 有说过了 就是当你走的时候 行的时候 你要知道 看前面 看旁边 你要以正知而行 就是说话的时候 要正知而行 醒来的时候 要正知而行 过的时候 要正知而行 吃 喝 觉 谈的时候 要正知而行 知道吗 就是说 无论任何的活动 都要有这个正念去知道 这个也是正念处 那当然刚才说的 还有那个 观我们的这个修订 就是观我们身体的 三十二个部分 还有就是昨天 还有那个世界分别观 就是观我们身体里面的 四大元素 就是地 水 火 风 还有昨天讲的这个 物源 九观 就是尸体腐烂的 九种这个过程 所以这种种也包括了 在圣念处的里面 所以以后呢 你们就知道 圣念处呢 不只是单单 只是观身不尽而已 从这里 你也认知到 当你学习的时候 什么时候你在做 圣念处 你也知道 比如说现在你观 步步起腹的时候 上下的时候 是圣念处 对不对 但进行的时候呢 也是圣念处 还有站的时候也是圣念处 握的时候也是圣念处 还有就是说 观照你热肠生活的时候 比如说你吃饭的动作 喝水的动作 开门洗碗的动作 记得吗 我们那时候 前几天不是教导你们 每个生活细节都要去观照 这个也是在修这个圣念处 在修圣念处里面来说 其实它四个是一起的 你很难把它一个抽出来 比如说你看 我们等下说到那个圣念处来说 比如说你观 步步上下 上下 这个是圣念处 对不对 你观的时候 你观到好 你觉得 哎呀这个是很舒服 你知道很舒服 这个是什么呢 热瘦 你心做的时候 哎呀这个一团糟 乱七八糟的 心不能够定下来 很烦躁 这个什么你知道 这是苦受了 你做的时候 有念头升起来 一个就一个 要这个又那个 要贪就升起来 这个是什么呢 心念处 哎呦 法念处的时候 你做到 做到 昏尘就睡着 睡着 睡着 然后睡着 整个人头都要贴到地上去 那个什么 那个是 法念处里面的五概 或者心 很调局 很多杂念 这个也是 法念处里面的 还有就是那个 就是疑 比如说你 越修 哎呀怀疑自己 修了就好像没有进展 对自己产生怀疑 这个也是五概里面 所以就是说 这个试念处其实是整体的 你不能说 我只修一个 而是四个其实是一起 只是当时候 是哪一个 那个成分会比较重一点 比如说现在你光 你知道你感受快乐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 受念处会比较重一点 所以这个 那这个是 在总结 就是说我们 上几堂课所讲到的 这个圣殿处 就是当你们 印象中有 就是知道 什么活动 是在圣殿处里面 当你做这个 观的时候 就是在 练习 禅修的时候 如果你觉受到 其中的一种感受 就像刚才给那个例子 你做得好的时候 有快乐 这个你是正在修 这个受念处 做的时候 感到心很烦躁 这个就是 也是在修 受念处了 舍受 怎么去观呢 就是知道 当时候 你的那个心 不产生 这个执着 没有喜欢 不喜欢 那个就是一个舍受 你也要绝照它 你知道当时 我的心是没有贪 也没有 没有这个执着 这个快乐 也没有这个不快乐 就好像你们现在 也没有快乐 不快乐 也没有啊 现在 这个舍受 不苦 不乐受 这个新闻也说过了 就是 父侍诸比丘 比丘如何安住于受 谁观感受 以此 朱比丘 比丘感到乐受时 了之 我感到乐受 所以你了之 你记得我们上次也说过 了之的意思是 深入的去 知道它 而不是肤浅的 所以你要很明确的知道 很威惜的乐受 你也要知道 很威惜的苦受 你也要知道 感到苦受时 了之 我感到苦受 就是当你做的时候 比如说你感到身体有痛 有麻 脚痛 或者是麻痹的时候呢 你要去观照它 观照什么呢 除了观照身体的痛之外 你也要知道 当时后你有什么样的受 一般上你身体痛的时候会怎么受啊 当然是苦受啊 你不可能有乐受嘛 所以你要察觉到 身体痛的时候 你察觉这个痛的同时 其实你也是在做观这个受念处 为什么我们说 当你痛的时候 你要觉知你在痛 只是当我们修的时候呢 你就不要把这些分得这么细 都不需要说 这个是身念处 这个是受念处 这个是心念处 不要这样分 因为你这样分的话呢 变成你在心 在做思维 思考 而不是去做那个直观 你记得我们 认识说的 内观有两种吗 直观与这个内比观 对不对 当你观照你身体 身心的现象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直观的方式 内比观我们是不用 内比观 什么时候用到呢 就是到你看到你本身 你自己身心的生灭之后 你看到这个 原来它就是这样的 原来我走一步呢 是没有我的 只是身心的一连串的这个活动 生生灭灭造成的 当然你要想到我是这样 其他人也是这样 这个才是说内比观 这个不是说刻意的 你去思维 思维人家的身体 是怎么样的 这个变成杂念 同时我们在修的时候 也不去分析那个明相 你不用去分 这个是观的时候 这个是色 这个是受 这个是想 这个是行 这个是 这些不要通通 也不要这个 用一个很简单的字 就是这样的 也会怎么在一个 有一部书里面就讲到了 就是 就是 说我们这个方法 这个就是 我们用这个马哈西 这个禅法 这个马哈西禅师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他就 意思是马哈西 你知道什么意思 马哈西就是大古的意思 不是他原本的名字来的 他原本的名字叫做巴黎 那个出家的名字叫做 苏巴纳 后来为什么会变成马哈西呢 是因为 后来因为他 推广了这个方法之后 当时 远殿的一位 一位总理 就 邀请他 到一间 仰观的寺院 去教导这个 试炼处 这个藏法 当时 那个试炼外面 就有一个打鼓 那个鼓啊 所以 然后 以前那个鼓呢 是击中用的 就是招击中 就是 比如说 那个试炼啊 试炼有打板嘛 对不对 有些试炼就以打鼓的方式 来击中 就是 就是有机会了 大家出家人 一起 一起到 到那个 讲堂啊 或者是 说句的时候就到那个 戒场啊 这些等等 因为这个 马戏禅师在那边 教这个禅法 而且 慢慢的 人越来越多人学习了 视频都越来越高了 所以大家都以这个大鼓 来称它 就是说 大鼓禅师 马哈是大马 西是鼓的意思 变成大鼓禅师 把他 后来渐渐的把他 很多也把他原本的名字 也忘记了 每个只是叫他这个称号 这个也是蛮普遍的 因为 应该早期的时候 很多在中国的大德也是这样 本来他有的名字 后来因为 他出名了 在那个地方出名了 然后人家就用那个地方来 取代他的本来的那个名字 刚才说了 就是 这位马戏禅师呢 就是 以前就是 他很聪明啊 就是 很年轻的时候呢 他就学习了这个三藏 然后他在学习过程中就发现了 这个十年师这个藏法这么好 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学 当时是已经没有人学了 因为当时候在缅甸呢 大家都以为这个藏法只是在 住在森林的苦行生 他们学习的 一般人都没有能力这样学习的 尤其是在家信徒呢 在家众呢 居士呢 只是到 寺院去做供养啊 这样这样 或者去做服务啊 就是说布施这样而已 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 后来马戏禅师就发现了 从他学习过程中 就发现了这个四年初的方法 他觉得这个方法在早期佛陀的时候 是何等的这个重要 每位弟子呢 一定要学习这个方法 佛陀也从这个成佛一直到他露灭 都是在讲这个方法 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人去学习呢 而且人家以为只是 只适合少部分的人去学而已 他觉得这很可惜啊 所以他就从这些资料中来 整理出一套那个系统出来 系统是有啦 理论是有啦 可是还是要有老师啊 怎么办啊 所以他就 四处的去 托人去打听啊 哪里有老师能够 讲的教这个四年初这个方法的 后来就打听到了 有一位叫做民工大师的 这位民工大师也是精通这个三藏的 后来他打听到了 然后他就去那边跟他学习啦 开始的时候他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位老师教他的时候呢 完全没有用到那个佛教的一些专用的一些名词啊 比如说这个在佛法里面有很多特别的名词啊 比如说尤其是那个论帐里面的 这个论啊 里面有很多那些 那些专用的佛教的特别的名词 然后想到这个老师 我跟他学好 像他讲一讲却都是讲一般人的这种话 没有讲到一些很高深莫测的那种 那种佛教的用语啊 我想想看 这个老师是不是有料的啊 为什么那种 那种佛教名称他都不知道啊 后来想想看也不是啊 因为他是在缅甸大家是公认他的 大家都公认他是三长 心中三长 不可能也不知道啊 后来他去学的时候呢 他老师也教他把一些理论放下来 所有他所学习一切理论都把他放下来 而且他就后来想到啦 既然那么远来到这里了 就真的把他放下来 跟着他去学 所以经过了四个月的很精进的去练习 就是他精进到就是从醒来一刻到 往上睡觉的那一刻 整段的时间呢 他这四个月都完全禁语 而且从醒来到睡觉这个时间 他每一念都没有遗失掉 就是每一个念头 每一个信念 每个身体的动作都不会遗漏掉 清清楚楚的 所以到四个月之后呢 他就挣得很高的一些内观智慧啦 然后他就把这个强法教出去 后来呢他才发现到 为什么他老师开始说不要跟他讲那些很复杂 他难懂的那个佛教的专辞啊 就是因为那老师不要他在学习的时候去思考 去思维这些明相 因为你习惯的话 因为你习惯的话 尤其是学习这个 重视这个教理的方面 很自然而然的 这个成的习惯 一想东西 一修到一点点呢 就把那个以前的学的教理 就带进来了 就思维了 就比较了 变得有分辨的心 不能够直接看到那个实相 所以就是 教的时候呢 完全的就不用 那些很复杂的一些名词 所以你看到的 很多现代也是这样 教这个司内处的一些书啊 或者有一些禅师啊 你看 当开始他讲的时候 很少用很难懂的一些名词 不像在上那个佛学课 或者是在佛学里面讲课的时候 用了很多专词 就是说 作用是让你们直接的能够 从这个实相上面去找书 而不是通过那些名相去思维 所以就是 当你练习的时候 就是 有痛的时候 只是知道关那个痛 因为当你关那个痛的时候 其实 你是在关这个苦受 所以你不用去 特别的去把它划分出来 这个是受念初五 这个是什么念初 这个是使你在妨碍你的心 变成心在 跟刚才说是进一步去思考了 思考什么呢 当我们思考的时候 就是把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 把它带进来 洗起 喜欢不喜欢的带进来 这个是什么功用呢 这个如果在理论来说呢 就是我们的受想形式的 想的功能 想的作用就是这样 开始我们谈这个法令初的时候 谈到这个补运的时候 就是有解释这个受想形式 这五个 各种它的功用是什么 所以当你静坐得好的时候 那你要去感受 知道你现在快乐 因为呢 如果你不关这个热受 或者苦受的时候 你不知道热受苦受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被这些情绪 感受所拉去了 给转去了 比如说当你进坐得好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去观 你有这个平静 快乐 清安这个感觉的时候 你就知道很好 很快乐 这个时候你什么呢 去追寻它 去追求这个快乐 我要继续地在追这个快乐 就是下一坐呢 我要说的 也是要得到这个快乐 就是你已经被它所转去了 可是如果你去观照 就是热受 热受 热受受 那你柔所警惕 知道这个是热的感受 心不要被它所转 当然也不要说 我不要去这个 我不要有这个快乐 也不是说 因为你有这种感受的话 它自然会生起来的嘛 对不对 比如说你静坐得好的时候 这种热受 自然而然的会生起来的 只是说我们说 只是不去执着它而已 不等于说你要刻意地去排斥它 不要有这种热受 这个也是错误的 这是不是说 修行修道 就是 这个什么都不能够分辨 就以为这个是平等心 这个是错误的 你是能误解的 佛教里面说平等心吗 无分别心吗 对不对 你时常听到这些话了 这个呢 不等于说你修道了 好坏也不知道 伤恶也不知道 这个是修道好像一个死物这样 没有感觉的 这个是错误的 所谓无分别心 这个是说 好坏我们是知道 伤恶当然也知道 就是可以吃的 不可以吃的 也要知道 比如说你不要有这些食物 比如说你吃下去 是不是喝你的身体 该不该吃 是不是喝 你也要知道 不是说无分别心 就是说人家给你吃什么 一定要吃下去 不是这么说的 有些人都无分别心 有些人都出家了 我供养你什么 你一定要吃下去的 你们应该无分别心 这个不可以这么说的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 健康状况也不一样 有些人可以吃这种食物 有些人不适合吃那种食物 所以你要自己要知道 所谓的无分别心 就是说 在遇到这个警戒的时候 好坏 我们都能够接受它 能够接受它 没有这个 好的时候我们就执着它 不好我们就生气 不是那样 现在讲到 经文里面有说到的 世间的这个热受 还有世间的这个苦受 还有世间的这个舍受 什么叫做世间的这个热受呢 有些世间就是我们的五欲方面 就是我们的这个 眼耳鼻舍身 就是接触到这个舍身香味处 就是接触之后 得到一种快乐 比如说 什么叫做这个世间的热受呢 就是 你买了一件新的衣服 当你买了一件衣服的时候 你很快乐 当你中了大财的时候 很快乐 买了一辆新车 很快乐 买了一辆大房子 很快乐 这个事业上有这个 升职了 很快乐 做成一种大生意 很快乐 或者人家给政府 帮发你一个闲头 很快乐 这个是世俗的这个热受 或者是有些来自家庭的 比如说有些人 结婚了 很快乐 有一个孩子了 很快乐 这个是属于的 世间的这个热受 那世俗的这个苦受是什么呢 好像说 你买了一个名贵手表 手表不见了 脸上心 这个是苦受啊 这个公司里面有一个空缺 就是要升经理的 那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总经理 升了别人没升你 你很生气 这个什么 这个是苦受 还有人家 说你一两句话 就是说你静坐的时候 坐坐坐坐坐 然后 后来你听到你说 哎 这个人坐到这么难看 坐到歪歪曲曲的 你听得很生气 这个是苦受 这个是所谓的这个世间的这个 这个苦受啦 那还有 什么叫做这个世间的 不苦不乐受 有时候其实说 当有些东西 有些对象 就是我们看到了 没有产生这个 乐受与苦受 可是 如果你不觉照的话呢 我们也放不下这个对象 虽然你心中 没有这个对他 强烈的这个 执着 喜欢或者是不喜欢 刚才说 有时候就是说 你还是 内心还是有一丝的 这个抓取在那边 就是 你完全 但你可能 你可能你没有感受得到 当时候 可是 如果你管 那个内心详细的去检查你自己 比如说 好像通过你静坐 去接照的话 你会发现 你还是对那两东西 有一丝的执着 所谓的世间的方面 这个所谓的 世间的舍受 有时称为 世俗舍 或者是无智舍 没有智慧的 无智舍 你没有看到他的这个实相 没有看到你对这个东西的 这个事物的 或者对象的这个执着 所以什么 佛陀说 这三种受 我们都要觉知 当然这个舍受是不容易觉知 舍受你要经过一段时间 心要比较定 比较稀 而且 通过了这个内观察 那个学习如何的去 不断去观照 就是训练的心 比较敏锐的时候 才能够发现得到 所以好像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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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圣地里面的苦地 苦地里面 简单来说 不是有三种苦吗 对不对 苦苦 坏苦 行苦 对 要了解 行苦呢 最困难的 最威惜的 苦苦坏苦 一般的人不修 也可以 有时候心比较细 也可以体验得到 这两种苦 可是行苦方面 不容易觉察得到 我们改次 我们也会在谈 在这个法念初的时候 谈到这个世圣地 因为在这部经里面 大念初经也分了 大念初经与念初经 大念初经里面呢 与念初经不同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后面这个法念初 大念初经里面 有谈到世圣地 念初经里面 就没有记载 这个世圣地 其他内容都是一样 所以有时候 你在经典上面来看 比如说阿含经里面看 因为这部经 也取次了阿含经 有时候有些经典 是好像很相似重复的 只是有一小段 是不一样的 这个也可能是 当时传三的时候 有稍微有不同的 这个版本 以前是靠那个口耳相传的 可能就是 这一点有一点差别 所以就 也把它记录在里面 有什么叫做这个 非世俗的这个热寿 苦寿 还有舍寿 这个非世俗的是 说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 禅修的时候呢 你感觉到 比如说有些人看到了这个 不管你进行 或者进座的时候 比如说 你看到这个 一个脚步 提起来的时候 你发现到 我一个脚步提起来 之中有一连串的 深深灭灭的 一个小段一个小段 深深灭灭 这个时候 你看到呢 会产生什么呢 一种发喜 因为你发现到 以前没有发现的事情 有些比如说 观服务 举服的时候 你观到 原来起的时候 中间还有很多 不同的动作 在那边 下的时候 也有很多不同的 不一样的动作 慢慢你会发现这个 所以 这时候当你发现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你的心 会比较稳定 所以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到 你心会比较安定 也比较平静 也比较快乐 那个时候你要知道 这个就是 非世俗的热受 这个非世俗的热受 为什么也重要 要去观它呢 因为如果你不观它的时候 尤其是刚才说的 你看到一些 发现到一些 以前没有发现到的 一些现象 比如说 你发现到 原来一系列的生命 这个时候你会非常的高兴 很激动 很高兴 想要立刻了 跟人家去分享 你所发现的 这种一些现象 想要跟人家说 啊 我看到事情 怎么怎么 很高兴 有那种冲动 要跟人家讲 如果你没有去 观察这个的话呢 你很快乐 哇 赶快去找人 跟这个讲 跟那个讲 但你一讲的话呢 你的这个定力 真面就没有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需要急着 去跟人家分享 你的这些经验 因为你现在经验 还不稳 还不是很稳 还只是刚刚的 看那么一点点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首要的任务呢 是打好 继续打好这个基础 打稳这个基础 不是说急着 跟人家分享 因为你急着分享的话 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进展 你一讲的话 心就散掉了 你又再回到那个很难 因为你的基础 还不是很贵 他有些就是 有些 有些 如果专门修订的 就比如说修安破念 他修又修的 有一次 好像 有时候我们也会 就是误打误转的 好像看到残像 或者进入这个禅定 对不对 他就很高兴了 那改次呢 能够再进到 改次好像找不到 那个门好像不见了 不去到哪里了 那是误打误穿进去而已 其实呢 真正来说呢 严格来说 如果是修定来说 那个是不算的 如果你修这个禅定 修子禅来说呢 你要达到五种自在 还算是把握那个禅定 就是 其中一种就是 你要掌握这个 这个安止定 这个技巧 就是触入自由 触定入定 随你所喜欢 就是你整个过程 入定的过程 触定的过程 你掌握得很成熟 就是说 我要入定 你坐下来 用这个方法 就进去 多久要出定 比如说我现在说 我要入定 六十分钟 之前你发一个愿 六十分钟后 我要出定 那个 这个不调闹钟的 调闹钟就不算了 每一次准准的 六十分钟 一秒钟都不差的 你要出定 经过一百次 一百次都那么 都是六十分钟 准准 那你才算是 掌握这个场定 而且刚才说的 进出都要很 是很纯熟的 要进就进 要出就出 我们看这个经典 也看到了 佛陀 或者是 那些佛陀的 那个地址 比如说 这个 社利佛 目前那些地址 他们要修定的时候 他们要进几场 就是进几场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你说 看那个佛陀 生平的时候 他佛陀要入灭之前 就在躺下的时候 进入 出场 二场 三场 四场 又再从四场 三场 二场 推来 对不对 就是很成熟的 怎么跳上去 都可以 好像你的愿讲 这个才是真正的 掌握到这个禅定 这样有时候 我们偶尔进去 下次都找不到 这个才是不算的 不算你的定 不算成功的 这个非世俗的苦受 非世俗就是说 也是在禅定的当下 就是 心之分的这个散乱 有时有懊悔的心出现 有悲伤的心出现 这些等等 也是说的苦受 或者是在 比如说 有时候 当你记住得好的时候 有些人比如说 他出定的时候 出定的时候 他有一种悲伤出现 这个也是叫做 非世俗的这个苦受 这个禅修的这种非世俗的苦受 他也是一种障碍 这里就是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一位展老 一位展老他精通三藏 这个经典都很精通 他是十八个寺院的导师 他教导十八个寺院的 是他们的导师 然后在他的学生里面 从他的教导 而挣到阿罗汉的 就有三万个学生 很多学生里面有三万个 经过他教导都可以挣到阿罗汉的 你看他的这个成就者有多么大 他的学问有多么好 那有一天呢 他有一位他的学生 这是阿罗汉的一位学生 他在进入定的时候呢 就审查自己的这个善法善业 审查完之后呢 他就想要看看他的老师 所以他就 他就入定了 然后去观他老师 他发现到 他老师孩子是为凡夫 他觉得 他觉得很可惜啊 他可以教导这么多人 处理这个生死 觉得解脱 反而他自己的生死呢 还没有解决 觉得这是很可惜啊 所以他就去找他的老师啊 去到老师的住的地方 就想要劝他的老师 就是说 现在呢 该为自己 自己打算 自己讨想的时间 不能够时时刻刻的 是为了其他的人啊 因为这个生命是有限的嘛 所以他就去找他老师 然后去敲门 老师问他 你来做什么啊 他学生说 我想来听你开示啊 那老师说 不行 我现在很忙啊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这些学生说 现在忙不如 等一下你去 当你到村落里面托波的时候 我再请教你啊 那老师说 那也不行啊 我去村落托波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很多问题啊 我没有空回答你啊 那这学生又建议了其他的一些地点 一些时间 不管他那个学生提出什么地点时间呢 他都没有空 他都很忙 所以最后他的学生呢 就说 那你 难道你一天里面 是那个 禅修的时间都没有吗 你瞒到每天都好像那个陀螺这样 团团转 每天都转不停的 成千上万的人都要依赖你 可是呢 你就不能够依赖你自己 所以他这个老师就走了啦 那这个老师听的时候 觉得 那学生做的也是很有道理哦 那些有点就是 也挺受到感动的啦 这个学生做的也是对啊 他就想到了 好 以我这样的这种资历 应该两三天就证得阿罗汉了 所以他也没有跟别人说 他就偷偷的去 去练习啦 谈修啦 那两三天 也没有成绩啊 不止两三天没成绩啊 一过来他就过了一个雨聚 雨安居 大家知道雨安居啊 因为在这个 印度 印度或者现在一些东南亚国家 这是包括了印度 斯里兰卡 泰国啊 缅甸啊 那个老挝啊 或者柬埔代国家 他不像台湾 有四季 春夏秋冬 他们这些国家只有三个季节 就是这个冬季 冬天就是从那个 阳历的这个十一月中 十一月月圆热 然后一直到这个 阳历的三月份 就是冬季 就是现在这个冬季 现在这么冷 那这个冬季完了就是旱季 刚旱的季节 就是从这个三月中 一直到这个七月中 那是很热很热的 有时候温度可以散升到四十多度的 因为在印度呢 也有散 在那个报纸上报导呢 有时候也升到五十度的 所以印度有热死人的 印度我都没有体验过了 在缅甸我体验过四十多度的 灯的是很烫的 你摸什么都烫的 摸坐纸啊 什么都烫的 你开风扇呢 更加烫 风扇吹吹吹就是热风 所以 尤其是在 一些缅甸的国家 一场堂呢 有时候它的屋顶是用新板带的 就是更加的热 新板就铁皮了嘛 你进去呢 就是好像进入一个铁皮屋这样 就更加的热了 所以那种是非常平常热的 然后雨季呢 看来说这个雨季 就是从阳内的七月中 就是七月的月圆日开始 意思就是到了这个十一月中 所以有一年里面 一个季节有四个月了 所以在佛陀在戒律里面 就制定了 就是说 这个雨季的时候 出家人就要节这个雨安居 当然来到中国呢 就变成下安居 因为中国有四居 没有雨居 所以就变成了 依照这里的这个气候 而改变 所以你们听到的是 龙历四月十六 就开始了 有些四月呢 就开始节下 所谓的这个下安居 所以在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佛陀要制这个雨安居吗 因为它有很多原因 第一是因为也是当时候的印度的一个习俗 那时候只是佛教 其他的一些宗教 在这段时间呢 他们的这个出家中啊 他们也不到处乱跑 因为有它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看到说雨季就是 那里的雨季就是 每天都下大雨的 很大雨的 有些地方都会淹水 下大雨的时候 以前那个时候 到处都是那个田嘛 所以这个下雨的时候呢 如其出家人的时候 走过 到一个地方去 穿过一些田啊 田园啊之类的 所以下雨的时候 很多昆虫就会跑出来嘛 连那个水就跑进他们洞穴嘛 昆虫就跑进来 跑出来 那坐在人到处跑的话呢 就会 无意中可能会踩死 很多这个众生啊 第二呢就是说 不止昆虫也跑出来 连那个毒虫也跑出来 就是那个毒蛇啦之类的 也会因为水淹的洞穴 它也跑出来跑 搬家啦 所以 这脚走的话 因为 印度人都是不穿鞋子的 现在也是一样啊 普遍不穿鞋子的 所以 你踏在那边呢 都很容易被那些毒虫咬到 以前的这个出家人 就是只有这个三衣啊 三衣你被雨水淋湿了 就很重啊 以前那些 他们的衣服 是用那种所谓的这个 捡回来的那个粗的那种布啊 那种人家 丢弃的那种布 或者是裸丝布啊 就是那个包尸体的那些布啊 那出家人把它捡回来 然后 裁成那个架杀 所以 很重的 如果下了雨的话 就是更加重啊 而且要干的话也很难干啊 因为只有三件衣服 试了怎么办 没衣服穿 所以就很不方便啊 行脚不方便 所以就 过多就制定了 这段时间 行脚不方便也危险啊 所以而且呢 也趁着这个时间 让这个出家众 有时间去 自己去修行 去进修 不然的话 平时时间 就是忙着去弘法 去教导别人 那自己呢 没有时间去修自己的 因为自己有修的话 有修有证的时候 也可以把这个 教导别人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 这段时间是 正好是自己 自修的时间 所以在 安居的时候呢 就是找一个地方 安定下来 不到处行脚了 然后 这段时间呢 也找一个 就是居室 来做这个供养 就是在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呢 也不需要到处去脱坡 所以他们不用担心 这个饮 食 住 要 就是四次供养啊 就是供养那个 吃的 那个 住的 医 还有药 这样的话呢 这三个月呢 这个 出家中呢 就可以 安心的去搬到 所以这个 刚才讲的 这段就是 这个 长老啦 两三天呢 正不到在阿罗汉 就是过了 宇安居结束之后 他也完全的 就是没有什么样的进展 所以他就很伤心 他就哭了 他一哭了 他就哭了 二十九个 宇安居了 经过二十九 每一个宇安居过之后 成果 他又半身大哭了 很悲哀 很哭 被三心哭了 然后一直到了 第三十个宇安居 还真的一修都修了三十年了 都没有成果了 出乎他意料之外 他本来也是 以他的这个 资历 可以教 教导 三万个学生 真阿罗汉 哎呀 这个真的是 这个小儿科 自己真阿罗汉 没想到 经过二十九年 都争不到 到了第三个宇安居 三十个宇安居 结束了那天 也没有成绩 他又大声的哭了 很伤心的哭了 他哭的时候呢 有个天人 天神 也下来 也陪同他一起哭 他听到哭声 就问 谁在哭啊 那个天神回答 是我在哭啊 我是天神啊 他这个 这个大人问 你为什么要 有没有说 我哭你也哭啊 那天神就说 因为我看到你哭啊 我以为呢 哭就能够正到解脱了 所以我也跟你 一起哭啊 这个长导听到呢 哎呀 现在天神也下来取笑我 真的不行了 给他上了一个课了 真的要好好反省自己了 捡好这三十年来 为什么没有成绩呢 就是我发现了 原来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非世俗的这个苦受 这个悲 生起来 就是使他 成为一个障碍 后来他检讨之后呢 他发现这个问题 就把这个给放下来 到后来 他过了不久呢 他就震到了阿罗汉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 就是告诉我们 不管是世俗 或者非世俗的 三种兽 我们都要去觉到他 因为他刚刚时候 他没有觉到到 这个非世俗的苦受 他没有观到这个苦受 所以他不知道 他就是卡在这里 所以一卡了就卡了他三十年 虽然他的学问这么好 可是真正实际的 那个修起来的话呢 就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你会发现到 学问是一回事 实际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有时候我们 从那个 其实从世俗方面 你也会知道的 比如说有些读书 就是从学校里面 从大学里面读的一些理论 当他去到社会上的工作的时候 我还觉得好像用不上来 好像跟讲的都不一样 这个是很普遍的 我遇到有一位 就是学这个中医的 就是中医师 那也是说 当以前在 遇到很多那些学生 就是跟他跟他 就是反映 反映是说 很多时候他们 看考试的时候 是准备 是背啊 背啊 全部记下来 然后到做这个书来回答 还能够及格 可是当他真的去实习的时候 他又发现到 以前学的 好像跟实习的两回事 用不上去 也是觉得很气雷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背 还是还要去读 还要去考 可是真正的 面对病人的时候的状况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很普遍的 另外一个就是好像说 例子就好像地图这样 这个理论跟实践都要平衡 两方面都需要到 不是说 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要理论 我是实际去修就好了 这样呢 会让你走了很多月 往路 就好像一个例子 就好像说 好像我 来到这里 比如说 现在我要去 去什么地方 这里不走什么地方去 比如说 我现在要去 以前我去过那个什么 西头啊 这里不是附近很出名 一个西头啊 一个自然的公园啊 比如说 我现在要去那边 从这里去那边 我不会去吗 我就要买一份地图啊 对不对 看那个地图 然后从地图 我知道 我应该是怎么错 大火车 或者大公车 怎么去那边 去那边又怎么走啊 走哪个方向 才去到那个西头啊 对不对 那如果 我不买这个地图的话 我说我要去西头啊 我就随便找一个方向去走 你说我走得到吗 走不到啊 对不对 一定要看那个地图 还有一个到那边去 或者是 另外一个例子来说 刚才那个例子 其实好像 如果我们没有理论的话 没有学习 没有学习这个教理的话 只是自己去 去修的话 那刚才的例子 可能你走来走去 走不到 找不到那个门路 另外一个呢 就是 我有这个地图了 我现在买到 买到这个地图了 我就坐到这边 我看这个地图 背 我把整个地图 从这里去到西头的路线 都背下来了 背下来了 背了之后呢 我还是坐在这边 那到我回去的时候 我还是没有去到西头 因为我没有去 我没有走 走去西头 西头啊 我没有去大车啊 就不可能去到西头啊 这样子说 如果你只是学习这个教理的话 你没有去实践的话 你没有去修的话 拿来出去只是指三堂兵 只是文字 你了解只是文字而已 那加上了文字方面的了解 文字还不能够很好的表达出 那个意义是在哪 文字只是一个引导 好像说 最普遍的一个历史 比如说 禅宗所说的这个 如人饮水 人软 自知 对不对 你说你要告诉人家 这杯水 我要告诉你 这杯水有多温 那我喝了一口之后 我就知道它的温度吗 那我就用一大部的这个文章来告诉你 温度 温水是怎么样的 那你读了一整篇的话 你看到蒙茶茶了 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而且可能你会 用你自己的思考方式 讲到越想就越远去了 那如果我直接告诉你说 你走来这里 你拿你喝一口 但你喝一口的时候 不是比我跟你解释一整天来得更好 一口下去你知道 那个暖水是什么样的 暖到哪里去 怎么暖 怎么热 怎么冷 一餐就知道了 都不用讲了 所以这个就是不能够偏向任何的一边 两边 教理跟实践 我们两方面都需要到 有这个教理会使我们不会走那么多这个冤枉路 因为这个教理是从哪里来的呢 教理是佛陀的这个经验 我们经理看到的是佛陀的经验吗 在这时候我们说这个 经理你们说过 那个了解四圣地就能够解脱 是不是 那你现在你们知道了解四圣地吗 每个人都背得出来 苦既灭到 苦又分成了 难度苦 他刚才说的 三苦 有些分成五苦 有些八苦 急是什么 灭是什么 那个道又是什么 八正道 讲道 从头是道 如果去上佛学课的话 考试也拿到满分 那你对四圣地好像很了解 你的烦恼有没有减少 也没有解脱 也没有挣到最基础的出国 也没有 烦恼还是这么一大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四圣地是佛陀体验的四圣地 告诉我们 不是你自己看到这个四圣地 不是你自己去体验这个四圣地 所以你的烦恼没有断 只是偏重在教理方面 也不行 就好像以前 我在读书的时候 有一位女教授 她很精通阿含经 专长就是研究阿含经 然后她有一天 她有一位亲戚 过世 她就很伤心 她就很伤心 当然同事就去安慰她 所以你成章就以佛家里面的一些道理 人生都无常的 有生就必有死的 这样就安慰她 不安慰要好 一安慰她更加的生气 更加的伤心 你们不要跟我讲这些 我懂得比你们还要清楚 我是专门研究阿含经的 比利比利比利还要多 她懂得这么多 为什么当下的伤心悲哀 她不能够克服它呢 这个道理你们讲讲看 可能有一支道 明白 讲得到这个道理吗 因为她只把经典里面的教导 当作一种学问 去研究 没有把这个经文里面的教导 去放在自己的身上 去实践 所以就是 小问题来的话还可以去解决 就是把这个观念放在自己 比如说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你生气 小生的时候你想到 我要冷 我要冷 今天你叫我们要冷卢 我要冷 冷冷 小冷也冷得过 如果是大的问题来的时候 你可以冷吗 那时候你说 哎呀我真的冷无可能的 这是爆发出来了 你说哎呀 这不冷不冷的 佛都有火了 这个是为什么呢 你没有看到称恨心的 生起的这个实相 你没有了解到这个称 只是你只是以概念 观念的方式 把它暂时把它转开 所以小问题还可以 那大问题还可以 那时候呢 那个时候就要靠你 你的这个功夫啦 你平时的这个功夫啦 真正的 这个是看你平时的练习 你本身真的是有放 放工 放时间 放这个精进去练习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它的作用 所以在观看这个 无论世间的三种兽 或者非世俗的三景兽的时候 也要认出它的这个身法 与这个灭法 看到它的这种感受的生起 灭下去 还有这个随观内生 随观外生 就是跟上几课讲的 是一样的 观察自己的感受 是这样的 但也想到别人的感受 也是这样的 那这个兽念处呢 佛陀只是简略的 就介绍了这六种兽 那现在我们就看 这个心念处 那请翻到这223页 那个经文 心随观念处 大家一起 赴持主 主比丘 比丘如何安住于心 谁观心事 于此 主比丘 于此 比丘心贪欲时 了知心贪欲 心无贪欲时 了知心无贪欲 心嗔恨时 了知心嗔恨 心无贪欲时 了知心无贪恨 心愚痴时 了知心愚痴 心无愚痴时 了知心无愚痴 心收缩时 了知心收缩 心散乱时 了知 心心心心 心广产 心广大时 了知心广大 心不管大时 了知心不管大 心有善时 了知心有善 心无善时 了知心无善 心专一 心专一 了知心专一 心不专一时 了知心不专一 心解脱时 了知心解脱 了知心未解脱 了知心未解脱 如是 他安住于心 随观内心 或安住于心 随观外心 或安住于心 随观内外心 他安住于心 随观生法 或安住于心 随观灭法 或安住于心 随观生灭法 或他建立起 没有心的真念 如此建立真念 只为了更高的 智慧与真念 他已和爱与邪见 无所依而住 他已不自着 无取应世间任何事物 诸彼秋 彼秋如是 安住于心 随观心事 这里的这个心念处 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心啊 心就是我们的意识 这里在佛教里面的论 就是阿比达摩论里面 把心就分成两部分 分成心与这个心所 所以在这个论里面 就是三多部的论里面 这个阿比达摩里面就分成 阿比达摩是讲述这个圣意地 这个圣意地里面呢 它就分成四部分 他就第一部分就是解释二十八种设法 第二部分就是解释八十九种或者是一百二十一种心法 这个心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解释五十二种心所 还有第四部分就是解释这个捏盘 他以这四部分列为这个圣意地 所以这个心念处里面的心就包括了 心与这个心所 什么叫做心呢 心就是认知这个外景 因为我们要有心 我们才知道 比如说眼睛看到东西的时候 你要有这个心 才觉察看到那个东西啊 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 要有心才觉察到听到声音 然后鼻子也是一样啊 当你出到那个香味的时候 香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有心才能够觉察得到 所以这个心是觉知外景的 那这个心跟心所是同时生起来的 或者是说 更明确来说就是 心一生起的话 接下来就是心所的生起 心所的作用是什么呢 心所的作用是 所谓的有些解释 就是装饰心的接触的时候的事物 这要好比说 当我们一看到了这盆花的时候 我眼睛看到这个花的时候 如果只有心 那我就不会产生喜欢不喜欢 漂亮不漂亮 那突然我们一看到 就知道这个擦得漂亮不漂亮 喜欢不喜欢 知着不知着 这个就是心所的作用 就是你一有处的话 就是这个心一接受的话 那个心所的功用 功用就接受就产生了 所以这个心跟心所是不可分开的 虽然理论上它是分成两部 两个部分 可是它的功能都是连在一起的 就好像说我们的身体跟影子 你说是两部分 对不对 身体是你的影子 可是你身体跟影子可以分开吗 也分不开的 有身体就有影子 所以在我们做这个内观的时候 或者观这个四念处的时候 比如说你说到这个生气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生气自己做得不好 或者是生气别人 就是好像昨天我们说的 这个人做得好好 从他那边走过 或者开门关门这么大声 吵到我等等 这个生气生气的时候 你观照这个称称或者生气生气 这个也是在观那个心念处 当然这个你觉得 这个好像刚才说那个 那个受念处好像有点一样 当你生气的时候 生起苦受 生气的时候每个人不喜欢 感受不好 当你觉察这个苦受的时候 这个是受念处 所以刚才说这个四念处其实是 它很密切连贯在一起的 你不可能说我现在只修单一的 只是说在解释的过程中 伯陀就把它分成了四部分 不然怎么解释啊 可是你修起来的时候 四个知识连贯在一起 刚才经里面也有提到的就是说 比如说当你静坐的时候 有贪你要知道有贪 当下你看到这个无贪 也知道无贪 有贪 有贪 你要觉得到贪 无贪 你要觉得到贪 有痴 你要觉得到痴 无痴 你要觉得到无痴 这个是关那个 心念处了 而且在经里面有说到了 那个收缩的心 刚才我们念的时候啊 我们有念到这个经文 就是 那边有提出了就是这个 心收缩时了失心收缩 刚才讲那个贪生吃无贪无痴无痴 就比较直接了 我们也不需要去解释了 那我们现在解释 什么是叫做收缩的心呢 收缩的心就是当你昏沉的时候 睡下的分层 做到分层的时候 这个就是收缩的这个心 所以你要觉知 现在你有收缩的这个心 这个时候你知道 就是在关心念处 散乱的心 就是心无法安住在 常修的目标的时候 你知道散乱散乱 这个也是在关那个心念处 当然你只要飘明 只是要知道散乱 或者是分层 不用去分它 这个是心念处 不用去飘明 这个是心念处 不用 直接的只是飘明 散乱 或者是分层 就可以了 打托明 管大的心 管大的心 管大的心是指禅那心 禅定的心 不管大的心 是指跟欲界有关的心 不管大的心 跟欲界有关的心 友善的心 就是指跟欲界与色界有关的一种心 还有无善的心 是指无色界的一种心 这是在禅定的时候 在禅修的时候出现的 专一的心 就是达到一心不乱 不定的心 就是专一的心 不专一的心 这个是比较直接的解释 解脱的心 自己指的是 心刹那的去除 与暂时去除烦恼的心 这个我们上几堂课也说到 刹那的去除与暂时的去除 这个解脱心是指这个 未解脱的心 就是未解脱烦恼的心 所以在 当你修的时候 虽然论里面分析了各种各样的心的这个名词 可是在修的当中 都不需要去认知这种种的名词 只是需要到分心 要分心的时候知道分心 分心就散乱散乱 刚才讲那个方法 然后每次你绝造到这种种心的身与灭 就是在观 他的身灭乏 而且这个 就是 随 这个 而且你说关到自己也关到别人 这个是跟三次 讲的都是一样的 也不去重复它了 这堂课就 就稍微简单的 就是介绍了这个 受念处与这个心念处 下堂课我们再开始 讲那个法念处的五概 法念处第一个就是五概 我们会在下一个 下一堂课里面 还是再向大家介绍 那天有什么疑问吗 关于刚才讲的 受与心念处两种 没有了就不用紧 没有了我们就 大家可以上几手间 然后就 待会我们再回来 请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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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